充满活力及热情的舞台表演 一直是叶瑋婷在星光的注册商标 每个礼拜都这样出来比赛的话 其他参赛者会很累 你肯定是属于这种舞台型的艺人 然后我觉得你准备好了 感觉怎么样 谢谢老师 谢谢 一号不要再打开给我了好不好 我一半马上就还给你 然后后面的家们 一路上有你们之后真的很开心 不要哭 顶着季军光环毕业的叶瑋婷 人以为演艺生涯将就此展开 没想到一连串的挫折与打击 却让她陷入了人生的最低潮 其实离开星光的时候很开心 然后就感觉哇 好像好多人都知道星光二班 然后也都在注意我们星光二班人 有谁啊星光帮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工作 很多表演机会 然后就感觉都过得很充实 可是觉得好像我的人生要开始了 然后在演艺圈可以有很多很多机会 可是其实那时候主持节目之后 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事情 我在台北的时候 我还是都是习惯 星光二班人当自己的交通工具 然后其实起到一半 其实在想事情的时候就会 想到很多 就起到一半就 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然后就怎么会讲 然后骑回家的时候又一个人 然后我没有跟家里联系 就开始想很多很多事情 没有工作加上一个人生活 让小叶开始否定自己 但是没想到一通电话 却给了他一线生机 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那时候七年前我高一的时候 我参加一个歌唱比赛 可是那时候我没有继续参赛 没想到阿妹 她都过让公司的跟我联络 希望说以后有机会 也可以跟着她一起 跟她的表演巡回 可是我又觉得 当然很开心很激 但是其实自己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七年之后 她真的实现她的怒言 所以我现在 很难相信我可以跟她一起 绑一唱会 站在后面帮她 真的很高兴 这通电话让小叶 再度鼓起勇气站上舞台 身为提拔她的前辈 阿妹有些话想要对她说 韦婷 接下来的比赛你一定要加油 真的 就像是你们一直看到我都会这样 姐 对 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去比赛就对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 像你这么有天分的歌手 然后这么棒的声音跟这么棒的舞蹈 肢体动作 对 因为你每一次看到我都会这样 姐 呃 对 所以 请把你最完美的肢体动作 跟最完美的歌声 用在这个比赛上面 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发现 你是 大家还没有 那个让大家就是为之一样说 原来叶伟廷是这样表演的 一定要让大家大开眼界 我们看后一 加油 清晤的加持 加上这段日子的磨练 叶伟廷即将在她最熟悉的舞台 绽放她最劲爆的火花 超级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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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話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你這樣又唱又跳 真的好開心哦 好帶勁哦 跳到安全褲都有一點露出來 小彭老師應該會給滿分啦 好,小潘老師 我嚴重的抗議 你怎麼可以回來比賽 怎麼說 你這樣子對這個 你在唱的時候 後面的同學都在搖頭 我覺得這跟職業歌手 沒什麼兩樣 太棒了 謝謝 專業的志炫老師 我覺得可喜的是 在跟當時比賽的情形來講 你對聲音的控制力 多了一些不一樣的穩定 而且我覺得在那個 尖奏的時候 你沒有在唱的那個時候 一樣沒有冷場 謝謝 我要訪問一下我們的鼓手 黃大瑋老師 我可以全部都 我可以踩 對,我看你已經剛剛在 自己打鼓了 跟著節奏在搖擺了 對,我沒有話講 謝謝老師 謝謝 其實剛剛小胖老師 說你怎麼可以回來 大家這樣看到剛剛的兩分鐘 會以為說 他就是都沒有變嗎 就這樣子嗎 然後就來了嗎 其實他的故事很多 我們先看他能不能回來 請評審按燈 小燕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21、23、23、25、26、27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這兩位老師給了滿分 其他老師都給了五分的高分 來走一下伸展台 跟大家揮揮手 來最新出爐的環球小姐 葉瑋婷 拿到了27分的高分 我剛剛說他後面很多故事不知道 大家難道以為這邊散會了 他就回去 你不錯,你也有主持節目嗎 你還當阿蜜特的合音 不錯啊,不錯啊 難道只有這樣嗎 其實很多個日子 包括當 我剛剛講前面很多選手 沒有被注意的時候 他要怎麼過得去 人家問了 你有沒有要發變啊 你不是 第三名啊 那時候那個機車什麼債都還了嘛 對 然後咧,怎麼沒有發變 我跟你講 光是這種鄰居啊 家人、親朋好友 或路人的一句話 對他們來說壓力都很大 然後呢 再來 其實曾經 有一陣子也是非常低潮 對,因為 其實那時候 公司對我的安排就是希望我多上課 多學一點東西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好 而且我可以學很多 我以前沒有學過的東西 那種最沉浩的方式去學習 也充實自己 可是那時候因為比較少 在螢光幕上面出現 有的時候可能是傷眼 但是有的朋友知道 有的朋友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朋友 比如說親戚 就連很好的朋友 有時候都會打電話說 你可以退出演藝圈啦 都沒你的消息 然後親戚比較不知道狀況的 然後都會跟家人講說 女兒也還好嘛 就是比賽完就是沒聲沒息了這樣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很需要鼓勵 可是 就是也發現 其實自己也滿不會交朋友的 然後 就兩個月之前 然後那時候生病了 就是 自己一開始也沒有辦法相信 自己怎麼會生病 然後家人也沒有辦法相信 因為 我的個性就是 了解 我們那個常在講 畢業以後才知道 那個才是你們要面對的大海 那他也經過他人生的低潮 再回到這個舞台 星光傳奇太好看了 我們看到好多人生的故事 就這幾年 每一個人都這個 我覺得可以說是這個 經過不同的打擊 折磨 但是沒關係 妳又亮麗地重返舞台了 謝謝老師 掌聲歡迎葉瑋婷